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一个职业的编曲 然后如何去成为制作人 首先我觉得制作人这个角色 其实如果我们把写歌的 创作人和编曲这两个职业 如果有排名排出前十个 其实大家都会发现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写歌的成为制作人的比例 有可能会多过于编曲的成为制作人的比例 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制作人 首先他有可能跟编曲关注的音乐的点 会有一些区别 编曲因为由于他的技术性更强一些 所以他有可能更多关注于一个 本身音乐层面会关注的多一些 而写歌的人他容易成为制作人呢 是因为他其实是最早把住了一首歌曲的一首源头 他找到了这个歌手 他有可能适合唱的一首歌 所以他会更容易成为一个制作人 那我们还是讲回来 就是说如果 如果是一个职业编曲的话 如何去成为一个好的制作人 那时候有可能要放下一些 本身对自己特别关注的音乐层面的这个东西 那他有可能要更考虑到歌手 包括歌词 然后包括就是说 作为一个制作人 有可能更多的还要去能够把控所有的 这个有可能是制作人要全体把控的东西 那作为一个 如果专职一直做编曲的话 他有可能只是整首歌曲里边的某一个部分 很重要 但是从全局来说 制作人需要懂的有可能会更多 所以职业编曲变成制作人 我觉得他有可能要学习很多 我比较羡慕 写歌写得好 编曲也很好的人 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这样的人很难得 不多见 一定是 因为他是两个职业 写歌和编曲是两个不同的职业 所以刚才就是说 如果硬要是一个好的职业编曲 转化为制作人的话 我刚才说的那些就是一些建议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幕后餐课堂 公众号 这里就有很多的音乐干货等等 你十分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会儿 这么多的音乐 那是一遍 我这些朋友 那是一遍